养花一每日一大回答一下初博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初博说 你看字的话出现这个情况啥问题 小问题 一个不俩的女生 很多人画的黑门就啪上边去看 你要看整体 你要别抛离了片子 你跟我大舅子去相亲一样 那个女孩子脸上长了个字 开始长了个字我不喜欢 这个字可以点的去是吧 像这个小叶子 偶尔出现一片两片 你整体都很好 你非得问啊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你看一般出现这种情况的 它就是叶子不好了 把你掐掉就行了 它叶子那么多 不是什么大毛病 你这个可以加强一下光照 有光照有水有肥 它会长得更好 叶片我看的稍微有点薄了 这个时候补补肥就行了 别的没事 下个初博 新长出来叶子都枯萎了 初博能给你新长叶子就很不错了 你还养成这样了初博 这因为啥 你发现你用的这叫什么叫瓶 请君入瓶门那个瓶 它这个东西 不长根 我一直跟华尔门说花瓶花瓶花瓶 你要透气 你别口小 底小 一点趣不透 时间长了它闷根 根部 你不论是什么植物 它最好的 最好的生根剂就是氧气 你没有氧气它就长不好 它上面各种不好 各种不哇塞 知道吗 就是闷根 闷根 我说怎么办啊 怎么办 第一步先控水 有条件的话用点杀菌药 你没办法 你这个不透气了就要控水 因为稍微控水的时候呢 它会刺激植物的根系往外长 它会长到一些个空气比较充足的地方 水分比较充足的地方 明白了吗 有条件的话最好是换换盆 用排水透气的花瓶 下个抽宝 老花一看看这个 长得挺好的呀 让我看看我就看看吧 看完了 还有事吗 你这边上 左边那个主干长得不好 你就把它剪了 让它培养右边那个心长出来的 对吧 你这大号练肺了 你不练个小号啊 有话说老花一生老三 是不是因为这个事 懂这个事也行 下个抽宝说 你看这啥病啊 像是长虫子了 一般这种吃的呀 就是阔鱼 就是没壳的那个蜗牛 一般是这种虫子会吃 检查一下 你那里应该是潮湿 弄不好长阔鱼了 有话说我没看到这个呢 要不就前夜莹 反正就有虫了 用点什么 用点四剧以权 配合点别的杀虫药 配合配合就好了 好吧 尽量的给足光照啊 包括你的铜钱草 我看着你那个 总体来说就有点缺光 下个抽宝 买了二颗君子蓝 同一个纸箱寄过来的 你就找他赔钱就行了 同一个纸箱寄过来 你不找他赔钱 你买的你的消费者 你上帝不让他赔钱 第二个有点烂了 你把它耗了就行了 把那个烂叶子给它剪掉 有条件的话 用点杀菌药 防止它烂 卖家肯定会赔你一小部分的钱 好吧 有话说这个是因为啥 我看的话 它是这个进步化水啊 就是闷水大 然后碰硬伤挤压的 知道吧 别的没啥的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啊 其他两个问题的话 可以视频上留言 我是罗花衣 杨花翠仔衣 别的错吧 嗨 嘿嘿 嘿嘿